美国最多华人媒体进驻的洛杉矶 一直是华人新闻最蓬勃发展的地区 为了感谢新闻从业人员的辛劳 经文处特别选在9月1号记者节 邀请南加州记者协会和新闻同业联欢 而且勉励华人无勉王 能够更加公正平衡的报道 美中台3D新闻 看南加州新闻从业人员相见欢 有的热情握手寒暄 满足经常见报不见人的遗憾 有的匕首画脚热烈讨论 目前最争议的新闻话题 巧妙安排老中青三代新闻从业人员 一起欢度记者节 龚处长表示 就是要好好感谢老朋友和新朋友 最主要是借这个机会 像我们所有的媒体朋友 包括一些已经我们开玩笑 就是退厨艺的 这些媒体前面们 我们都要表达这样子的一个敬意 不只口头上感谢 龚处长更率领全体同仁上台举杯敬酒 感谢台下所有记者同业 过去365天不眠不休的努力 中式传达中华民国的民主成就 给广大的海外侨胞 并且透过第三拳的监督角色 公正报道各类新闻事件 他就说文化不是武器 放心吧 我也要借用这些的这个说法 我说意义 就是不同的意见 意义不是革命 放心吧 光联谊谈新闻 当然不够热闹 活动最高潮 还有大抽奖活动 有经文处和部分媒体提供多项好礼 以及最大奖洛杉矶台北来回机票 要让所有媒体从业人员和先进们 在今年记者节有个美好回忆 东正新闻 叶红志彭迪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事岁 辞设